真是周圍討好人,拍人馬屁,反而會被貞皇后看不起她 果然,貞皇后又很滿意地點了點頭 我早就知道董先生不是這種人 不過這個當婦亦很容易使男人動心 本后都不是用你去騙她,只不過要向她略顯你的風流本色 就當她是一個送上門的歌姬 這也是道理,不過我自己知道自己事 凡是跟其人歡好的女人,以後都很難離開我的 靖皇后聽她這樣說,忍著嘀嘀笑起來 黎著她一眼說 為何你們這些男人講起對女人的本事 總是這麼喜歡自誇自讚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真材實料 韓少龍聽到小少說 聽靖皇后這樣說 我才知道原來其他男人都是喜歡這樣自誇自讚的 靖皇后聽她這樣說,當同臉都紅了 知道自己說漏了嘴 這樣說法 豈不是擺明告訴對方 自己跟很多男人都講過這樣的調情說話 韓少龍突然想起成衰 這個忘恩負義的小子 說不定也是借靖皇后的關係扶搖直上 即是說她極有可能是靖皇后的面首之一 但是為何靖皇后不補成衰去做這個承手 反而要選自己呢? 真的明白了 沒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女人在朝廷內外都有自己的人 局面更加容易操控 一時間大家都不出聲 氣氛有點尷尬 但是 靖皇后見到這樣站起來 面色一冷 然後說 我走了 這件事你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 否則我絕不輕擾 韓少龍看到她突然不可一世的樣子 心都不知多生氣 但表面上當然做足拍馬功夫 一路把她送出門口 這樣才鬆了一口氣 向韓廠告辭的時候 韓廠就扮了老朋友 堅持說要找人 和她一起去官記院走一走 這樣才放她走了 出來之後 她信報就向紀燕賢住的地方走過去 剛剛來到門口 離院就見到 田丹剛剛裡面出來 帶了那些親妹走了 韓少龍就等他們走到鑽角了 看不見她的車架 這樣才慢慢走過來 進了紀燕賢的府邸 紀燕賢見到她當然是高興了 於是馬上 將她接到自己住的小樓見面 周遜也在裡面 三個人 終於可以安安樂樂地坐在一起 當然自有一番歡喜 紀燕賢叫人預備一隻非常精美的酒菜 三個人圍起來 突然間 紀燕賢說 我今天才有你的消息 哎呀 累到人家 只是掛你也掛多了幾條白髮了 周遜 嚇嚇一笑話 燕賢你的秀法 如果真的這麼爭氣 我真的要代表天下的男人佛你一杯了 河少龍也微笑著向紀燕賢賢賢 然後呢 又向他打這個眼釋 後者會議 立刻叫服侍那些仆人 即時離開 河少龍跟著壓低一聲 是我殺了駱石 紀燕賢聽到 點也點頭 他說 真是你們做的 好厲害呀 當晚二百多人 殺死之間的飛死即傷 不得震動全省 連田丹里緣他們都疑神疑鬼 咦呀 周遜走走眉頭下 不過這樣一來 亦都暴露了你們的行蹤 岩岩田丹來拜訪燕賢 講起這件事 他就很懷疑是不是河少龍做的 河少龍聽到 微微一想 知道自己雖然可以騙到孝誠王和趙穆 但怎麼都騙不到這個一代蕭雄 幸好自己還要騰逆這座暗棋 足以迷惑他的耳目 點一點頭 他來問燕賢還有什麼目的呢 紀燕賢就關心他的安危 就沒有回答他 反而繼續問說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真的懷疑到你們 那麼糟 河少龍笑著說 不用擔心 現在寒丹城內 每個都互相猜疑 孝誠王就懷疑是田丹和李牧聯手做的 而且我還有後著報知 足可以使敵人疲於軍命草木戒兵 周顯聽到小說話 草木戒兵 這句說話形容寒丹現在的情形很貼切 我和燕賢都研究過落城之死 還以為不是你落手 一來因為你們人手少 二來我們都認為你不會在活足趙木之前 這樣來打草驚蛇的 紀燕賢關心則亂就埋怨說 小龍你真是太魯莽了 河小龍嘆一口氣說 我又經過再三考慮才有這一著 趁著力戰受傷的時候 敵人又不會懷疑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這樣才行動 接著他就講了自己分析的 不殺落城不得的原因 以及跟著而來的後果 然後又說 如果有人事後調查 他會發現當時我府內只有百多人 頭號的手下龍線又不在城內 騙我會相信我們有能力做出這樣的事 而且第二招 入城的那批人 又完好模樣地出城回到牧場 所以就更加令人想不到 他們就是偷襲落城的人 紀燕賢和周遜兩個聽到河小龍這樣說 都不能自信地登實他 百多人對付二百多人 還要不損一丁一桌 這件事說出來都很難令人相信 昨天這一點 就算證明到像田丹那樣 都不懷疑到他這個董馬翅身上 紀燕賢才鬆一口氣 又為他倒了一杯酒說 你這個人真能人所不能 哎呀一天見不到你 我都覺得日子很難熬 但我今天來找煙兒 是想跟你商量 我們最好分開一段時間 你呢能夠私一步 回到咸陽也好 紀燕然聽到整身震一震 即時說 不行 我怎麼都不能答應你 這件事沒得商量 有什麼理由我都不聽 韓少龍只要好像求救地看周顯 周顯也沒有辦法 只要無奈苦笑 紀燕然也為周顯倒一杯酒 他說 你說我不講道理 都沒有辦法 不講道理就不講這一次 周顯倒想 不行 要幫韓少龍才行 就說 韓少龍為何要我們先去咸陽呢 韓少龍就說 我想 既然跟著已經自責 他說 以後我不准任何人再提這件事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那我就打消這件主意 才能你這樣滿意 幾年才心情這樣閉著他一眼 算你了 韓少龍唯有苦笑 周顯就說 對少龍是講寒 但都不是久留之地 你現在有什麼計劃呢 韓少龍就說 如果他真的做到成手 好 那很多事都可以迎人而解 要不然 我只能夠想辦法把趙牧騙到牧場 到時候 堅硬續續回韓梁 你竟然走入眉頭 你先不要說趙牧有沒有膽量離城 就算真的肯去那個牧場 他不帶一兩千人 就絕對不會踏出城門半步 而且會步步為影 這個下下之賊 沒錯 但現在我時間很逼 因為趙人正在等著我 根本不存在的親族 還有大批的生口到達寒丹 所以 我在短期內一定要逼到趙牧謀返 這樣我就可以下手了 現在最大的難題 如何以快打慢 快點做到這一點 講到這裏 韓小龍忍不住想起田丹 就問 田丹 究竟做什麼事幹 今天要來 到訪菸仁呢 紀菸仁紅了紅的臉 他說 還有什麼好事啊 他向人家發出邀請 要菸仁去齊國作客 那你怎麼回答他 我說要考慮一下 因為我想問過你再說 看來紀小姐 呈陷韓小龍這件事 似有那個龍陽軍 猜得到 那真是對我們很有利 我也不知道誰偷襲龍陽軍 但他們間接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至少現在龍陽軍 就不會派人來監視你 嗯 我不管了 我今晚一定要去找你 我還有很多心事要跟你講的嘛 啊 什麼心事啊 現在不可以講的嗎 周遣聽到笑話 要不要老夫避開一陣子呢 紀菸仁聽到當堂整個臉都紅了 狠狠地踩了韓小龍的獎 周先生 你也笑我嗎 項小龍就當堂明白了 所謂講心事 只不過是講給周遣聽的 其實 是情詩難甘 想著今晚呢 是想跟項小龍恩聯賭奉 一番字眼 項小龍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他就說 那今晚 董某人 就恭候幾小姐方家了 對了 你知不知道 諾城的葬禮幾時舉行啊 兩人都領領頭 項小龍 尋淫了一陣子 又問了理員的近方 幾年就說 他天天都找我聊天的 聽他的口氣 這一陣子他跟郭仲走得很密 看來 郭仲要把女兒嫁給他的事 已成定局了 項小龍聽到點一點頭 告辭而去 看來有很多事 急都急不來 唯有看看 能不能坐到這個成手之位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項小龍在紀姻賢那裏 告辭回去之後 一進到門口 聽到烏果來品稿 說阿夫人在等著他 只有這樣 項小龍聽到覺得奇怪 為何自己的癡老虎 善柔 要留難這個阿夫人 不讓他留下嗎 再一問 才知道 善柔今天跟趙智 一起出城 去拜祭自己父親亡魂 同時也回家 要跟趙智的交代在一起 他鬆了一口氣 走進去 一進到門口 就見到阿夫人 監高頭看著自己 面容蒼白 項小龍坐在他身上 說 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 趙雅冷冷地說 東匡 你究竟有沒有派人攔截 項小龍 項小龍聽到我當堂嚇了一跳 他故意辦得很不高興 夫人說 夫人何出此言 我懂得說得出就做得到 如同 你以為我會食言背信嗎 那為何現在我們收到消息 說項小龍那群人 扮成了行腳傷人 竟然在寒丹東面 三十里的一條小尊倉 還不當地的守軍發生過激戰 項小龍這樣才放心 看來藤亦終於出手了 於是他說 那又不是捉到項小龍啊 放山野嶺 誰可以捉得他住啊 既然是這樣 夫人的臉色怎麼還要這麼難看呢 趙雅聽到微微一會兒 低頭 妻言地說 我都不知道 或是怕他知道自己行藏敗路 再也不會來寒丹 項小龍明白 現在趙雅的心情一定非常矛盾 其實擔心 項小龍來到寒丹之後 會被人前追後倒 處境危險 但也擔心他不來 自己永遠都沒有辦法再見到這個 令他輕心的男子 坦一口氣說 其實 昨晚我的手下已經截住了他 還告訴他 我們是扶夫人之命去警告他的 至於他為什麼還會再來到寒丹這麼近的地方 就不是我能夠明白的了 我也是剛剛收到他們回報的消息 所以未能及時通知夫人 趙雅懷疑地看著他說 你不是騙我嗎 他在馬夫人面前 燈火影照之下 那支鋼針閃閃聲光 這個 是項小龍的獨門暗起 趙雅當然認出 他一摸著這針 當堂兩行眼裡奪腔而出 天啊 你們真的找到了少龍 那他 他有什麼說 韓少龍用衣服就為他抹抹眼淚 就說 他有什麼說法要說呢 他什麼都沒有說 當我問他要證明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支飛針出來 跟著就走了 講不到 原來他現在還沒走 真的有膽識 趙雅這個時候再沒有懷疑 咬咬嘴唇 那時候說 東匡 你可不可以再為我做一件事啊 做什麼事啊 是啊 剛才我說明 證明了我真的見過韓少龍沒有騙你之後 就趕你扯了 你還這麼厚臉皮 還要我為你做事啊 趙雅用哀求的語氣說 你馬上帶我去追上他好嘛 那怎麼可以呢 趙雅突然間整身的疹 破了懷抱裡面 嘩一聲大聲哭了上來 韓少龍抱著他的身體 只覺得避過一酸 想回你以前的事 唉 早知如此 你又何必當初呢 趙雅滿心妻苦 哭了出來之後 情緒好一點 肩膀不絕地抽搐 默默地流著眼淚 搞到韓少龍胸口都濕了一大片 正在想要怎樣善後的時候 突然間 趙雅整個東西都平靜了 然後 他的眼淚也都慢慢停了 趙雅坐著他身 低頭 任由韓少龍為自己抹了眼淚 韓少龍說 夫人前世一定是欠了韓少龍很多眼淚 所以今世又還回個舊本 趙雅領領頭 神色有些意想 看著他的樣子 韓少龍坦一口氣說 看來 看來 沒有人可以代替韓少龍在你心中的位置 夫人 不要騙自己 和騙老董 趙雅突然咬緊嘴唇說 我想試試 究竟可不可以忘記他 董漢 你現在抱我入房吧 好嗎 韓少龍聽到他不禁叫苦了 這時候如果再拒絕趙雅 實在於理不合 同時 也不想傷害他已經脆弱之極的心靈 況且如果要得到承手之位 也不能得罪他 但是 一會兒入黑之後 紀英然隨時會來找自己 這樣 萬一紀英然來到趙雅還沒走 怎麼辦呢 這時候 趙雅看著他 他臉忽然洪氣素危 有點臭臭臭的 你還猶豫幹什麼呢 韓少龍嘆一口氣 沒辦法 就要把他攔腰抱起 向睡房走過去 趙雅不知為什麼 激動到全身都震了 似乎 只是被這個粗豪的壯漢一抱 就已經不用有任何動作 都使他蠢情澎湃難以至今 進到房間的時候 趙雅看著他 哇 嘩 好像穿了火 那樣子 不斷喘息 那個放浪的樣子 真的誘人到極點 韓少龍看著他的樣子 他心裡突然覺得有點不妥 但是一時之間想不明白 到底不妥在哪裏 趙雅已經很溫柔 就這樣說 董狼 你為什麼還不上來 韓少龍還在池之間 趙雅雙手一揽個禮 終於 他再也忍不住 整個人向趙雅身上伏下去 雲散與收之後 兩人都非常疲倦 韓少龍雖然心掛幾煙煙 但是一時之間實在沒辦法再起身 幸好 雖然是荒唐了一個時辰 一個時間尚早 希望幾年還沒來 就好了 就在這時候 趙雅忽然緊緊地抱緊他 撥在他耳朵邊小小聲 我真的很開心 現在就算即時死了 我也不後悔了 唉 真的這樣 夫人 那我給韓少龍又怎樣 趙雅狠狠地疼了他兩口 然後看著他 說 你是指以前的韓少龍 韓少龍一聽 哎呀 當同只覺得整身冷汗飆出 硬著頭皮 說 夫人你何彩此言 趙雅突然一翻身 把韓少龍壓在自己身下 看著他淒言 趙雅狠 趙雅狠你不用再騙我了 今天 你不記得塗那些有怪味的香粉 身上的藥味又不濃重 剛才人家在你懷抱裡哭的時候 已經憑你這麼氣到 將你認出來了 所以 我才馬上要跟你合體交歡 好證實一下 少龍啊 你本事真是很厲害 但在床上 又怎能換一個 已經跟你合體資源的女人呢 唉 世上居然有這麼精美的面具 騙得雅兒很苦啊 講完之後 伸手又在她面上摸索你上來 韓少龍知道 這時候講什麼都沒用 自己已經被她徹底釋穿 飲油她解開面具 露出自己的廬山真面目 趙雅一看到她的樣子 唉 她的眼裡 一串串地留在她面旁之上 卑起交集力一不成聲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 輕輕地撫摸著她的身體 一翻身 將她壓在自己的身體之下 虎笑著說 前單評我評得對 我韓少龍最大的弱點就是心軟 見到你為我 這麼淒苦無依 不顧一切的樣子 我早就已經拋開了往事 如果不是 你又怎能夠頭懷鬆抱 拆穿了我的西洋鏡呢 趙雅天女走走眉頭說 什麼叫做西洋鏡啊 韓少龍一聽 哎呀 暗暗就鬧一聲自己糊塗了 你的時代 哪裏有什麼西洋鏡呢 含含糊的 總之被你摔穿了 這時候的趙雅又是悲酸 又是歡喜 還哪裏有一次深究他 到底為什麼這樣說啊 真是很高興的 哎呀 露天爺 小龍啊 你真的原諒了我了嘛 你再捨我多兩膽 韓少龍心想 這個時候想不討好他都不行啦 只要重重地同問下去 趙雅也狂野地反應 都不用哪裏來的力氣啊 肢體膠淺 幾乎壓到 韓少龍頭不過氣泥那裏 前面了很久 韓少龍又敢聲 離開了他身邊 趙雅意亂前迷的嘛 少龍 你叫我的名字好嘛 我自從做了那件 很對不起你的蠢事之後 我從來都沒有一刻快樂 我都不知道多麼辛苦啊 韓少龍心想 你和齊宇韓廠還有理員在一起的時候 難道真的一點都不快樂 不過 他心雖然敢想 口又怎麼說得出呢 趙雅一看他的神色 已經明白他的心意了 就說 雅兒知錯了 由今晚開始 如果趙雅還敢做出任何背貫 韓少龍的事 教趙雅受盡人間慘形而妄 韓少龍聽到都不知是什麼滋味 小小小的喊了兩聲 雅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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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句話 馬上也惹起另一場風暴 雅兒 到了雲傘欲收的時候 趙雅伯在他身邊 側頭看著他 說 你真厲害啊 正是憑百幾人 就可以用順利不及演義的手法殺了落城 搞得我們大家疑神疑鬼 韓少龍躺在那裡 輕輕地撫摸著他的身體 然後說 那你有沒有懷疑過我 當然有啦 不過第二天你的手下 就精神鬥手地離城而去 沒有半個人受傷 所以王兄才沒有再疑心 唉 世間上有哪個人鬥得過你呢 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啊 你又想跟我作什麼交易啊 不是 我怎麼敢呢 我只是求你而已嘛 說吧 我求你不要再用這種語氣跟別人說話好嘛 根本使雅兒很害怕 你會再次死氣我的 當日雅兒肯答應王兄來對付你 只有一個不可以傷害你的協議 要不然我死都不肯出賣你的 韓少龍聽你這裏 臉色先稍微好一點 走走眉頭而已 你還沒說你有什麼要求呢 趙雅勉強壓落自己惶恐的情緒 戰戰兢兢的嘛 微夫人知死是趙木一手促成的 王兄後來都很內疚的 但是 後來 他疏遠趙木 這個也是其中的原因 自從烏家和你去了秦國之後 他整個人好像怒了十幾年一樣 而且驚慌到病痛前身 露天爺早就在折磨他了 呵呵 他似乎 亦都忘記了自己的女兒 你 你真的不肯放過他嗎 韓少龍聽了趙雅這樣說 當堂清醒過禮回復理智 他壓得要逼趙雅 在自己和孝成王之間選擇其一的這個不理智的衝動 彈一口氣話 好了 在你份上 我不再和他計較 然後 韓少龍知道 已經成為了營政的小盤 將來自然會找孝成王計較 趙雅這樣說 很高興 少年你真是好了 你說 你要為你做什麼 為你做什麼都可以 韓少龍心想 真是叫做恩禍得福 有些趙雅幫手 那這個承手之衛 你又怎會拿不到 於是他就說 我想你幫我 取得承手之衛 趙雅聽到 慢點頭 哪會得罪他 韓少龍掛了幾煙煙 正想撩出去 趙雅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事不宜遲 我現在馬上去見王兄 這個承手之衛 但是我身上 現在唯一反對的人 就是國開 因為他早就有自己的人選了 韓少龍見到他這麼落領 今晚 又不會出來糾纏自己 又不如都起出望外 趁著他穿好衣服 然後將他送出府門 等到他車隊一走 轉轉回來的時候 烏果就迎上來說 幾才隊剛剛才到 哎呀 三爺你真是厲害了 換了我 我都應付不來 韓少龍只覺得心中苦笑 趙雅跟紀煙煙甜蜜完之後 睡醒的時候 早就已經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 仍然是線由來推醒他 結果雲身發力 不如暗自警惕 哎呀 以後呢 真是要注意 如果不是鐵打的身體都熬不住 線由看著他說 看你的樣子 睡得好像睡不夠 管少你一晚都不行 河少龍坐在身上 身手握著他的腰 說 昨晚如果你在這裡 我想爬起身都不行 哼 你都不受承諾的 你和趙雅鬼混 我生氣死你 蛤 烏果告訴你 你不聽嗎 善由是崩十番煙的 他敢不說嗎 趙雅跟著還有幾年 你都不顧自己的身體 又有 你陪我練劍好嗎 河少龍拆開話題說 善由也不想多理他這方面的事 於是 就拿寶劍和河少龍兩個 他在花園裡練起劍上來 就這樣對打著的時候 忽然間 就聽到 藤逸紅壯的笑聲在一邊響起 河少龍很高興 之後叫烏果代替了自己陪善友 然後回到內堂 和藤逸一起吃早飯 同時就用這陣子的事 向藤逸一一說出 藤逸聽到他始終被趙雅釋破 笑一笑說 我早就猜到這樣的情況 你這個人又心軟 對這個女人更加如情未了 不過這件事 對我們實際有百利而無一害 就被他象公贖罪 不過 你最好叫趙大監視他 日有不妥 我們要馬上逃走才對 河少龍看到藤逸沒有怪自己 你放落心事說 既然現在有趙雅之助 我們看來很容易拿到他承手之位 索性 做法很大的 首先就破壞六國今次的合縱 說不定 還可以乘機狠狠地挫折一下田丹和李源 你不是對田丹有好感嗎 何小龍被他看穿心事 翻臉紅 他說 初時 我還肯定偷襲我們的人是信寧君 但是現在越想越不像 很可能李源和田丹 集團做出來的好事 意圖破壞三進合一 一會兒我探望龍陽君打聽他的口氣 唉 我就很容易信忍 和被人所感動的 這個是你的優點 也是缺點 顧過這個時候 又突然走來等告 說雅夫人來了 項小龍和藤逆兩個對望了眼 都知道 看來雅夫人來了一定有好消息帶來的了 召雅進來之後 藤逆看到他不敢雙眼發光 這個召雅好像脫胎換骨一樣 完全沒有了以前那種妻怨抑鬱的神態 容光換髮的光彩照人 來得很遠的已經走著禮說 董爺龍爺兩位貴體安康 趙雅專誠前來大會 項小龍和藤逆兩個人 在不日面面相聚 這個美女 好像她和項小龍之間 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 在旁邊坐下 向他們兩個甜甜一笑 依董爺的吩咐 小女子幸不欲命 不知道可不可以將功抵過呢 韓少龍小少說 看你立了什麼功了 快些詳細講來吧 趙雅笑一笑 望了一眼就說 大小功勞都是兩件 那小女子慢慢講吧 藤逆笑一笑就說 遞了件功勞 當然造就了董誠手出來 是不是啊 剩人這個功勞 就足以抵往以往的過失了 趙雅當堂微開眼笑 有龍大哥愛惜 趙雅對未來的擔心 就真是一掃而空了 韓少龍這時候的心裏 都覺得無限的欣慰 有時寬恕 的確比仇恨更加令人愉快 眼前的趙雅 比以前的樣子真好像天堂地獄的分別 快點報其他功勞 看看值不值得我董馬痴 給多些恩寵你 趙雅當堂雙眼發光 他說 人家已經說服王兄 將李牧調回來京師 對付趙木這班人 那算不算是另一件大功呢 藤逆一聽的支持者一拍手 他說 哎呀 這樣一來大事已定 趙木聽到這個消息 他不立即造反都不行了 韓少龍也伸手和他相扼 當趙雅 將自己的手也伸過來的時候 韓少龍就笑著說 這樣的大功 足可以使董某人 患上的失憶整 以前的事 我全部都忘記了 趙雅跟著說 正門後果然在王兄面前推薦了董爺 王兄還來問人家的意見 撤身於是痛塵利害 順便一立另一件功勞 我對王兄說 如果能以馬痴作為成手 因為他不計屬任何軍方派系 趙木一定會加以龍郎 那時候 董馬痴就可以將計就計 打入趙木的陣營 那奸黨的虛實就全都知道了 說不定還可以拿到他謀反的憑據 等到李牧回來 就可以將他們一望打盡了 藤易、項少龍兩個聽到都非常高興同聲讚嘆 你一著的確是妙不可言 可以使他們馬上作出各種報紙和進行計劃 項少龍跟著警告趙雅說 雅兒 你現在容光換髮的樣子 如果用這個樣子去見人 就等於在面上寫著我 項少龍已經回來了 總之不用擔心 我自有分寸 藤易突然小小學得聲話 弟父還不出來一嘴 項少龍早就知道善友在旁邊偷聽 趙雅嚇一跳 向後邊一望 只見善友已經換過一身 貴婦式的服飾 千嬌百勵地走出來 但快臉又崩得緊緊 顯然很不高興 項少龍和趙雅重修夠好 趙雅的面色也有點不自然 善友就特地好像示威一樣 坐在項少龍身邊 擔正牌自己就是他的夫人 藤易立刻向項少龍洗眼色 項少龍早就空有成竹 微微一笑話 有張雅兒這條要計 如果我真的找到趙木和田丹合謀的證據 雅兒 你認為你皇兄敢不敢對付田丹呢 善友聽到一刻叫上來 當堂是精神大震 看著趙雅充滿了期盼 趙雅的人是非常微睜眼起的 除了項少龍這個命中的黑星之外 善友哪個手腳 特地賣個關子說 這件事看看再說 如果計策得宜 那什麼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的 善友當堂落在下風 才知道自己不能得罪趙雅 因為有了他 說不定自己才能把趙木和田丹這兩個大仇人 一望打盡 於是他桌底伸手去 在漢少龍身上狠狠地拎了一項 希望他為自己講情 藤易已經走一步說 齊國怎麼都被趙國強 這次田丹也不是孤身來到寒丹 他帶了一整個萬億正兵 佈在城床之外 我看來王兄就引了這口氣 趙雅就說 齊國的忠卿是因為田丹而來 如果沒有了這個人 齊國還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不過他一萬齊兵 日日誕坐這些絕代名將統領 的確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現在 跟在田丹身邊的 全部都是以一當百的好手 就算以你這個實力 都很難討好 善猶風聲說 只要能夠製造出一種形勢 讓田丹要蒼亡逃回齊國 那我們就有機會 康小龍就說 這件事還要從長計矣 現在 首先我可以找到 令孝成王信復的 田丹的確和趙牧合謀證據 其他的 遲些再想 善猶就說 你這次不准騙我的 你最好對亞夫人尊敬一些 如果不是 他怎樣為你盡心盡力呢 趙雅趁機說 董爺你怎麼能夠敢說 悠夫人呢 他對我當然好尊重 善猶發問一行 已 còn 要細。 混過去 各位 how does how is 如何 我明天再說 上回來到 康小龍稀稍微暗示下 有些赵瓦的帮忙 很可能能够将赵木田丹一望打尽 先由当堂落在下风 怎么都不肯再得罪这个瓦夫人 杭笑龙想想 又想起了老公秘禄 他就问赵瓦 究竟现在老公秘禄 是不是就是收在国众手上 赵瓦就说 老公秘禄 现在当然就在赵瓦手上 我叫小超他们日夜赶工 在皇宫的夫人府内 在复制多一份出来 完成之后才会将副本 逐一交给国众 但都还要看清楚情形 如果国众有心要离开赵国 他不单止拿不到老公秘禄 还要死无葬身之地 杭笑龙敢先访言大悟 现在他明白了 为什么去到夫人府几次都不见到小超他们那群疲女呢 同时也明白 李源之所以追求赵瓦 不是向自己报复这么简单 其实是另有目的 有心也在赵瓦手上 拿到那份老公秘禄 他不敢暗暗窄对自己 思路都不够精密周到 向赵瓦说 那你要小心点 田丹李源他们过去都想把秘禄搞到手 说不定信灵军都会派人来抢回秘禄 他对你非常怀恨 看来我要派多些人贴身保护你才行 杭佑就说 不如由我们两姐妹来保护夫人 杭小龙不是很高兴的嘛 你是想找机会行刺田丹而已嘛 我杭佑是这么不肥带国着想的人吗 哼 真是不懂好人心 见到其他几个人 还很怀疑地登上他 杭佑就怂怂肩膊头说 不信你那些就算了 杭小龙站起身 趁我现在还没做上成手 看完 去到龙阳军那里探一下口风 我好返都不去问候他 那有点说不过去 哼 你不要被人迷倒才好 杭小龙听了这句说话 隐约打着冷静 狠狠地叮到杭佑一眼 杭佑人咀着他嘴偷笑 赵雅就说 我都要走了 就等人家顺便送你一程 当杭小龙来到龙阳军住的地方的时候 只见他呢 依然是半躲在床上面 有点欲容惨淡的样子 看见杭小龙就说 请恕本君不便行礼 董卿 你都不用多礼了 坐来我身边 杭小龙望望 服侍他那四个年轻的南博人 他们呢 他样子都抢得非常清信尽照 充满了脂粉味 龙阳军就说 你不用觉得奇怪 他们都是美女 但是穿着男装而已嘛 杭小龙听到心里觉得很奇怪 难道龙阳军这个出了名 和姓鸟都喜欢女色的吗 真是千古奇闻 坐好之后 那几个男装美女 还有十几年亲密又默默退了出去 龙阳军深深的望出了一眼 眼里面射出感激的神色就说 动轻够了劳家一命 我应该怎样多谢你呢 杭小龙心想 你要多谢我 只要不要沾起来 那我就千多得万多谢了 但是把口就说 和谋之为己及人何足挂齿 君常好些了嘛 放心 他们还拿不到我条命 究竟是谁指使的呢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龙阳军怎么都不会放过害我的人的 龙阳军眉上眼不出声 杭小龙有点不高兴的嘛 君常有事瞒着我呢 那天合谷口 骗我们进去的人是谁啊 龙阳军眉大眼 好平静的嘛 那个人叫做夏宇 赵人一早就找到他了 不过被人过断了喉咙 再也说不出任何说话了 蛤 居然杀人狗 好狠辣啊 杀了他都没用 这个人本来是齐国人 投靠我得两年 我见到他剑法不错 人就似乎忠诚可靠 猜不到原来他是田丹派来的奸细 真是田丹 本君一早就奇怪 田丹怎么会亲自来寒丹 现在我明白了 哼 他对合纵一点诚意都没有 只希望趁着秦政未寻 日举吞定我们三进 他对赵人更加没什么好心抢 想趁着李牧去到边疆 连婆还攻打英国的有利时机 来赵国进行阴谋 说不定 他的大军已经分散秘密地潜入在赵国境内 甚至用各种身份 躲在寒丹城附近 准备内应外合 罗小龙从来都没将田丹 估计得这么严重的地步 听到这番话真的忍不住大戒一惊 郡上又将你的推断给赵王听话 事关重大 我又没有什么证据 为什么随便说出来呢 过几日等我身体好回 马上我就要回带梁 免得给他们殃及治愈 董卿如果肯和本军一起走 我自有妥善安排 郡上不通就这样看着赵国的田丹 热了 哪有这么容易啊 董卿 你还没答本军的问题 郡上的好意董某心灵 但我族人和生口都在来韩丹的途中 我不是说走就走的 何望董某始终来赵人 又怎样看着赵国落入田丹之手呢 你的手我一定要报 田丹的实力很强 恐怕你们大王现在都内拒不和啊 现在寒淡的兵力 自从经过汉少龙那次乌家堡一战之后 只剩下三万人 一大半仲是老弱残兵 李牧年婆他们远水又不能够近火 董卿 你如果想避个灭族之禍 就只有黎大量了 除非你现在马上去田丹投城 如果不是他一定会放过你 没有人比他更加深恨手辣的了 韩少龙被他说过 整身都寒了 心想自己的确已经有些低谷田丹 幸好还有赵木这座棋 如果不是死了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他站在身上 军上要好好有说 然后就要走了 龙阳君知道没办法说服他 叹了一口喜也都不再出声 回到大街上面 汉少龙只觉得 哇 整身都像浸在冰水里面一样 虽然现在街上阳光漫天 但他觉得周围的危机重重 杀起四伏 龙阳君这番说话真的启发了很多 以前很多没想到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一点点浮上心头 田丹 是一个充满扩张野心的机会主义者 他对现在战国的形势也都扮得很准确 想着承虚而饮 首先是吞并赵国 乌家堡一战之后 汉丹首军伤亡惨重 又加上长平之战的消耗 赵国的南丁都没补回齐 所以根本都没有壮丁补充 即是一些老弱之人 甚至是妇女来充诉 而赵国军方的两大支柱 廉可政和燕人交锋 李牧就要应付不断犯警的兇奴 没有办法分身 所以国都空虚 田丹于善 即是来商量合纵的机会 带来的知 虽然只有万人 他就能够威胁照顾全盟的精兵 当然 这万人并不足以忘照 龙阳君 估田丹另有大军潜入照境 但是汉小龙他又不是甘信 因为 如果大批人马潜伏入来 他只会打草兵蛇 而龙阳君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他还没明白 田丹和赵木的关系 田丹不是一举 想灭了赵国 又是想着通过赵木 他就可以变相地操作赵国的内政 孝成龙一死 精皇后自然成了赵国的幕后操纵者 那时候 他们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 兵不血刃地 害死李牧和廉婆两元大将 这两个人一走 赵国还不是田丹的郎中之物 至于袭击龙阳君这件事 出于外交的考虑 其他的五国一定会坐看齐人扩大势力 并吞赵港 所以田丹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那燕国 韩国因为本身的职弱可以不理 燕国正和赵人开展 后者呢 本身的势力最弱的小国 几乎每战必输 剩下来的只有魏国和楚港 这两个国家有干预的能力 魏国和赵国两国唇齿相依 谁都不会同意赵人的土地变成了齐国的领土 楚国又是另一回事 魏国是楚人北上最大的障碍 一日没收拾魏港 楚国就很难向中原进军 所以田丹呢 就用这件事 和李元祖的交换条件 由齐楚分别吞并赵魏两国 所以 先有他偷袭龙阳君之举 而他董马痴也成为其中一个集击的名单 当然是李元的主意 谁知 就被他破坏了 受到田丹李元两个的如意宣盘打不响 而更加在田丹乱了阵脚的就是 落城被杀 原本天衣无逢的颠覆大计 马上就受到致命的打击 因为田丹呢 始终都不敢公然地攻打赵国 因为 齐国一出兵 三进其他魏寒两国绝对不容许 一定会倾尽全力来研究 田丹只能够靠赵木来操控赵港 跟着 剪除了廉婆李木两元大将 其他都是下下之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那个汉笑龙做到成手 就变成了整个核心斗争和关键的人民 藤易听完他的分析之后 领领头坦淡气话 这个就是所谓合纵 唉 真是使人八声悲叹 不怪这六国始终都比不上秦国 decía � quem笑龙 苦笑就说 我们这次来寒丹 本来要报复赵国 ف 這樣發展下去,為公為私,都要首先想辦法破壞田丹和李源的陰謀 怪得趙牧這麼有把握控制精皇后,因為田丹在背後直接支持她 兩個人又談了一會,項小龍感情回房休息 到了黃昏時份,趙王派人來召她入宮,項小龍很歡喜馬上去見孝成王 這次趙王在內宮接見她,除了精皇后趙牙國開和成衰,四個人都在場 孝成王行完禮,叫她坐下,然後下面才能夠國開成衰 精皇后和趙牙坐在對面,他們兩個都面有休息 顯然,這個承手之位依然有障礙 項小龍覺得奇怪的時候,孝成王就要問她雙細是怎樣 已經作為開場白,他們一一應對,當時表示已經完全康復了 孝成王的神色還有些凝重她說 董兄,你劍法高鳴,又熟讀兵法 只是看你的手下那幫兒郎,就可知端危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要從軍報國,如果能夠立下軍功 將來盡著封喉都可以預期 至於牧場的事,可以讓你手下的人去做 董兄只要把握大局,就不用為其他事分心 項小龍眼角一掃,國開和成衰兩個 見他們兩個面色都很得戚,似乎知道成手的位沒有項小龍的份 但為何孝成王,他透出有把這個重要的位置交給自己的語氣呢 腦海裡面靈光一閃,已經想到問題的關鍵在哪裏 關鍵還在成衰身上,因為成衰本來是負責禁衛軍的防務 而成手是整座城池的防務,這兩個都是重要的軍職 但對那項小龍來說,他是有若天淵之別,相隔何止千里 看來孝成王打算將成衰調任成手 而項小龍只是擔任禁衛軍的統領之職 本來這兩個職位都是非常重要 但他如果做不到成手,就不能成為趙木填單他們 爭相拉攏的隊長,自己的計劃就很難實施 如果任由孝成王將他決定說出來,這件事已經勢成定局 就沒有人可以在短期內改變 成衰這個小子雖然是借精王后的勢力扶搖而上 但是顯然和國開已經結成一黨,再應不受精王后的控制 怪得精王后要轉而培植自己 心念一轉 江少龍已經想到對策了,他很感激的 多謝大王之餘之恩 臣下就算乾倒土地,都要放大王 對,有幾句話我平時不敢說出來 現在都要向大王面巡 這一著真是奇兵突出 不過精王后趙雅在內 人人都覺得很奇怪 不知他有什麼說話要冒死說出來這麼嚴重 孝成王面寫一扁 董兄你儘管說,寡人絕對不會怪你 江少龍於是面容一整的話 這次被人毅然拋來一切,回來開設牧場 他竟然是因為自己身為趙人 亦都因為先父為命,回來想葉莫貴根 所以義無反顧,照大王有命 任何安排的轉無遠遠 孝成王不斷地表示讚賞,慢地點頭 江少龍又繼續慷慨陳詞說 但是經被人這一陣子仔細地審讀形勢 我大照地承認 實在上,已經是好像復巢危倫 隨時有滅亡之王 眾人聽到你這番話 人人都不這麼面色一扁 角開走走眉頭說 董先生,你是否有點言過其實 他身為孝成王坐前的第一謀神 如果江少龍察覺到他自己也看不到 那就真是有負孝成王的重用 當然又不是那麼高興 孝成王說 董兄,你放膽說出來 千萬不要有任何顧忌 大王,可不可以請其他私有的人暫且退去呢 孝成王微微一沉飲 即時揮露了所有的公俄示威 殿內只剩下他們六個人 康少龍這樣才繼續說 現在天下的形勢清楚分明 從國內政未穩 各個國家都得到喘息機會 力圖擴張形勢 以爭取一統天下的本錢 現在,照過各個的使者雲集寒丹 表面上想謀求合中 其實上對爭霸為實 比戰場教鋒更加空閃百腿 成雖冷笑說 董先生,是不是有些偽言聳聽呢 孝成王有些酒有眉頭說 合中對我們五國的有利 就算有些問題 都不至於壞到這樣的程度吧 精王后和趙雅都不知應該怎麼插口 或有保持沉默 漢小龍嘻嘻一笑話 誠心來謀求合中的 只在我們大趙和毅寒兩國 其他齊國楚國都沒有赤膚之痛 誰那麼緊張呢 郭開冷笑說 即使齊國楚國心懷鬼胎 但我大趙剛剛大敗燕人 聲勢如日中天 韓國藝國又不會坐視齊楚請威 更加何況 這兩個國家始終都故技巡人 他憑什麼來圖謀我們大趙呢 憑的當然是陰謀鬼計啦 阿國大夫 受當其中的一隻龍陽軍 如果他不幸生死 最受懷疑的一隻聖靈軍 就算安利王不將將選到頭上 但是權力的軍行一旦崩潰 魏國必然會大戀 魏人哪有空去管國外之事啊 那時候最大的得益 就是齊楚兩國 使他們瓜分三進的大計 就可以邁進無可比擬的一步了 孝勝王聽到都忍不住面子一扁 他們雖然有懷疑過 偷襲的可能是田丹或者李縣 但始終都只是喘測 沒有漢少龍說得那麼肯定透切 承衰就說 董先生你最好小心說話 如果這番樹洩漏出去 會顯起軒然大波 照眼冷冷的嘛 敢問誰會洩漏出去呢 承衰就當堂不敢出聲 孝勝王就很不高興地登了承衰一眼 神色嚴重 董卿對這件事有什麼證據啊 當時被人在龍陽君身邊 當然要解整個過程 伴見在龍陽君的一名手下 叫做夏宇的侍衛做為內嬰 龍陽君告訴我 夏宇是齊國人投靠他不足兩年 時候他更加被殺人滅口 主使者為什麼要殺了他呢 當然不想這件事被人抓到把柄 如果他是信靈軍的人 但可以跟其他人逃分了魏國 又或者回到魏國之後 才神不知跪不覺地殺了他 不用禁著刑職當場處置 這個正是真為 行空的人依然留在我大照境內啊 這一次 郭開城衰都無言以對 因為他們很清楚 當時呢 行空襲擊 漢少龍和龍陽君的人 將受傷的人全部搬走了 只留回遍地藝人的屍蟹 但是龍陽君又沒有告訴他們有關下雨的事 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其中一個屍體 就被滅口的奸洗 過去一陣角開先說 龍陽君為何單獨要把這種機密的事情 告訴董先生呢 康小龍說 匹人對他有救命之恩 他又希望用匹人招難分的偽渡 這樣才不瞞過 孝成王衣的時候 他面色變得有多難看 有多難看啊 狠狠地說 好一個田丹 好一個李源啊 呼呼呼 動興 要謹記 坐人最不能夠相信 是 第二件 就是駱將軍被刺之時 駱將軍 那是寒丹城房的中流地處 他就死 如果沒得望得足以代替他的人 就一定要出現軍心不穩的局限 那你這時只要田丹李源 勾結這懷有義心的當權大臣將領 才而犯首為雲 伏首為雨 我們就算有李牧連婆之悔 都因為遠在外地 會天佛力 誰被人 才是你的犯殘詞 現在 眾人聽過這樣說 即時想起 田丹駐紮在城外的一萬精兵 如果寒丹城內出現內亂 那只是這批齊兵足以左右整個形勢的發展 假如沒有趙牧 或者他的奸黨 他這一萬齊兵當然不足畏懼 但是現在 孝成王都知道 在城內有個大奸狗趙牧在這裏 只是他也有幾千家章 他再反上來 外面齊軍在理應外合的話 哎呀 那真是另外一回事了 郭開城 所以兩個呢 這個時候都啞口無言 他們就好像 之前的漢少龍那樣 雖然是看到危機 但是從來都會想過 會嚴重到 可以立即亡國的地步 孝成王本來已經鐵青蒼白的面色 現在就變得更加難看了 董卿有什麼奇謀妙計 可以扭轉這個危險的局勢呢 呃 韓少龍這個時候就以退為進 他說 被人這一介武夫 哪有什麼妙計啊 這些大事應該教起郭大夫和成將軍 為大王運籌啊 郭開城西兩個都感到很尷尬 一時間都要想一條計出來 要應付這麼錯綜複雜的形勢 哎呀他們怎麼想得到呢 孝成王看了他們兩個一眼 很不高興的說 難道真的沒有人可以看霸人出主意了嗎 郭開無奈地咳了一句說 當今形勢 微臣認為只是速戰速拳 將有懷疑的反賊秘密處死 免除心腹之患 那田丹里緣就算有什麼陰謀 都一籌莫展 郭皇后一聽走走眉頭說 豈不是強硬逼奸黨馬上造反 烏家寶一戰之後 寒丹城內不適宜再有動怨的了 成衰就說 這件事夾給小將執行 保證可以順雷不及掩耳 將奸黨一網打盡 孝成王很不滿的嘛 成兄家你清楚哪個奸黨嗎 可能你還在部署的時候 那些賊人早就動手造反 各位 若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佛頑 我們明天再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